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去掉什麼 如果不同月份的話 如果不同月份的話 當然我們想到一定會需要用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是用if 第二個函數用mance 要怎麼樣把if跟mance結合在一起 解決現在眼前看到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在哪邊 在這個公式 A2加1 當然你可以先把A2加1剪下好了 先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if if的邏輯 邏輯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就主要是以A2為主 就是A2跟A2如果加了一天之後 它的月份是不是一樣 如果A2假如加了一天之後 它跟沒有加一天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你就產生 反之就是不要產生 所以我們怎麼打這個公式呢 第一個先判斷一下mance 刮幅之後給他A2 再來跟什麼比 跟加了一天之後比 有沒有一樣 OK 那怎麼比 特別是兩種邏輯 一個是等於 另外一個就是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 是小於大於 這是規則 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是小於大於 可不可以改成大於小於 當然不行啦 因為這不是我訂的 這是比爾蓋茨定的 OK 就是這樣子 你就記起來就對了 因為這是規則 規則什麼叫規則 就不會改的啦 OK 當然如果你學Python的話 不等於又另外一個表示方法 它是驚嘆號等於 就是叫不等於 不過反正意思一樣啦 你只要記得規則就對了 不等於 如果不等於什麼呢 如果這個月份 跟它加一天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加一天的話 就是把前面再複製 後面再把它加一天 的話 如果不等於的話 那我輸出什麼呢 如果不等於 那你就幫我把 裡面的那個資料 不要輸出 那如果一樣的話 那你就幫我輸出什麼 A2加1 就是剛剛的公式 OK 那你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 這邊要打不等於呢 你為什麼不打等於呢 你為什麼不打等於呢 其實打等於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只是觸跟FORCE顛倒而已啦 就是這樣子 OK 那只是說呢 為什麼我要打不等於 其實主要是說 我比較 什麼 比較能夠跟著我的邏輯去敘述 因為呢 我的敘述是這樣 如果 如果喔 那個日期 跟加了一天之後不一樣的話 那我的敘述是這樣 所以我就照著打 OK 因為如果說你的敘述 如果那個什麼 上面那個日期 等於加了一天之後 那後面我邏輯會轉不過來 所以理論上嘛 那個邏輯部分呢 就是你要怎麼下 有時候跟你自己習慣有關 如果你習慣那樣的邏輯 沒關係 你可以這樣打 那理論上我是先這樣 如果 A2 跟他加一天不一樣 對 月份部分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輸出空的 反之呢 那就輸出正常的 所以理論上 一月份應該都不會有問題啦 為什麼 因為他們 加了一天之後 都是同個月份 都是一月 有沒有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呢 那二月就比較會有問題 二月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二月二十八 跟三月一號呢 因為呢 他 不一樣的 月份 所以呢 他馬上就把 三月一號給清除了 那清除掉之後呢 因為你會發現 他下面的一個公式 下面的公式 還是會 抓上面的資料 所以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你會發現 他是抓上面一個儲存盒 B30 那B30裡面 理論上 你應該是要給一個 你用月份去刮斧它 所以理論上 B30裡面應該是一個日期 但問題卻是什麼 卻是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的話 你卻要他去判斷他哪個月 所以他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資料有錯誤啊 不然的話你怎麼給了我一個 沒有辦法判斷的資料呢 OK 所以他警告一下 所以我前面講過 如果有警字號開頭的話 那表示是錯誤 錯誤的原因在後面 Value有錯 資料有錯啦 OK 那怎麼辦呢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看到 有警字號開頭 你不想讓他顯示的話 前面我們有做過啦 有沒有 就把它去掉 那怎麼去掉呢 再來的話一樣切到這邊 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然後呢 利用那個過濾錯誤的那個函數 叫IfL 有沒有 這個函數蠻好用的 蠻萬用的 也就是以後呢 如果你假設看到 有那個警字號開頭的東西 你不想讓他出現 你就用IfL過濾就可以 那怎麼過濾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上 到Value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不要出現 不要出現就是 刪除 兩個窗號 其實意思就是 清除那個裡面的東西啦 也就是把剛剛那個錯誤訊息 去掉的意思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那剛剛有錯誤的就這兩個 它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去掉了 這樣就沒事了 OK 不過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 不是還簡單的一個東西 又怎麼弄得那麼複雜呢 本來A2加一下 搞的就一定他要什麼 IfMans 然後IfAir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有你告訴我 目前我還沒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有想到 可以比這個還更簡單 歡迎你告訴我一下 OK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好啦 反正這個都想出來的啦 如果有你就再討論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向右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只要是不同月份的通通刪掉了 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IfAir有效的地方 其實只有這裡啦 就是二月份的 其實其他好像底下都不會有 因為只會有三十天的問題 那是不是說可以想別的方法 可以讓它更簡單 不要弄那麼複雜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想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把禮拜六、禮拜天 設定為不同格式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不過這個的話 缺點就是說 那你變成你要滑鼓鍵盤做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很多不同的範圍 那你就是要再做一次 頂多是說你可以用錄字聚齊 把它變成聚齊 但是你會發現錄下來的聚齊 很複雜 而且很冗長 所以待會我會講第二個 所以有兩種方法 禮拜六、禮拜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你在做新增規則之前 你要跟它講說 你的規則範圍在哪裡 所以你要先選取 那我的範圍是 你幫我判斷一下 從A2到全部 所以一般習慣是Ctrl-ship向右、向下 向右的話是到12月 向下的話呢 到31天 好 那跟它講 這個範圍喔 你幫我判斷一下 那起點是從哪裡呢 從A2開始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再來第二步 新增規則 什麼規則呢 這裡的話你會發現喔 新增規則的話 它總共有1、2、3、4、5種 但是你會發現喔 第一種是嗎 設定值 好像不是耶 這裡面的話 設定 發生日期 有沒有可能 發生日期 昨天 今天 可是它沒有禮拜六 禮拜天 如果有的話 那直接可以選 但問題好像它現在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 日期部分 沒辦法 OK 所以還沒有哪一個 好像沒有耶 所以這個不OK 這個的話也不OK 這個也不OK 所以喔 最後的話發現 只有最下面這一個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儲存格 哪些 那怎麼給它規則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不是選了一個範圍 從A2一直到哪裡呢 應該是L的32吧 這個是一個範圍 那它邏輯是這樣子 我給你一個範圍的話 它一定會先從第一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的幫你去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你必須給它規則 什麼規則 告訴它說 禮拜六的話 欸 那怎麼給它 告訴它說禮拜六的話 特別是 它那個公司還蠻 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個下的方法 第一個的話 開頭一定是等號 欸 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資料編輯店那個公司很像 欸 沒錯 而且是相容的 OK 第二個規則 我怎麼知道禮拜六 那就特別是 禮拜六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什麼 叫weekday 所以你就 week week weekday 然後刮鬍之後的話 然後後面的話跟它講說 欸 你要幫我判斷喔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應該給哪個儲存格 我現在是A2一直到L32 跟各位講喔 新疆規則裡面 你只要給它 左上角就第一個 第一個哪一個呢 叫A2 所以喔 從這邊出發 你就看到從這邊出發 A2 好 那你就幫我從A2開始 一個一個的去做判斷 那他就知道說 喔 好那我從A2開始 那當然他再來就B2 一直到L32為止 那如果等於多少 所以喔 特別這邊還有多一個等號 等於 禮拜六的話應該是多少 6 6嗎 應該是7吧 7 因為喔 weekday的話 它規則是這樣 就是說呢 外國人 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嘛 所以喔 美國人的認知喔 一個禮拜第一天是哪一天 禮拜天嘛 我們習慣是禮拜一啦 有沒有 當第一天 但是美國人的邏輯是禮拜天是第一天 那哪一天最後一天 禮拜六嘛 所以喔 理論上是這樣 就是說呢 其實看這邊就知道啦 禮拜天嘛 有沒有 那這是1、2、3、4、5、6、7 所以禮拜六是多少 那就是7啊 那禮拜一是多少 那就是1喔 所以喔 如果當這個weekday 所以喔 這個裡面的公式等於7的話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條件 就是禮拜六的意思 其實別說喔 你會發現這邊裡面有兩個等號 是正常的喔 前面那個等號有點敘述 當什麼情況發生喔 OK 為true的時候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我是覺得這個不太好記啦 而且容易出錯在這裡 OK 那你就給它一個格式 什麼格式 我希望字呢 是 深綠色好了 假設喔 填滿就底色 填滿淺綠色好了 字是深綠 填滿是淺綠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個公司 先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 禮拜天還有一次 所以按確定 好 再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所有禮拜六喔 通通格式化了 那再來的話 如果禮拜天的話 記得再新增規則一次 再到公司裡面呢 再貼一下公司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特別把它複製起來 因為還有禮拜天 禮拜天的話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然後呢 設定什麼格式呢 它的底色是黃色 它的字是紅色 OK 這樣子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有沒有發現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地方 如果你將來 你要把這個格式 比如說你油漆桶 這個底色要去掉的話 你不能說無填滿 你會發現 奇怪 無填滿為什麼它不理你 特別是喔 如果你以後要去掉的話 你不能從這邊去清除格式 或者甚至這邊 這邊有個清除格式 你這樣清也 它變這樣子 清除掉什麼 整個全部清掉 所以如果你要清掉格式的話 記得一定要從什麼 清除規則 或者管理規則都可以 清除規則你可以什麼 應該是整張的規則 這是清除整張的工作表規則 它才會清掉 你不能說你從那個格式裡面清 沒辦法 OK 所以這個可能也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這個清除的話 當然可以全部清除 是整張 或者你用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加兩個規則 第一個規則 那你可以比如說 你禮拜六要把它去掉 那你可以只刪除禮拜六 就是刪除這一個 按確定 你會發現禮拜六都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特殊一點點 那當然 這個好處是說 你滑鼠鍵盤做一下 其實也可以 但它缺點是說 如果將來要結合程式 相對的比較沒那麼方便 所以待會兒的話 我們會講第二種方法 如果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要用VBA來寫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請你先把A2一直選到L32 所以記得快速鍵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當然你不這樣選也可以啦 只是你要拉久的時間 我是建議把快速鍵記一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2的話 記得從這邊 新增規則的公式 打公式在這裡 OK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囉 谢谢观看